我们是正义 我们是正义 手持活把高呼口号 印度女性上街抗议 要替两周前惨遭性侵杀害的实习女医生讨公道 案发超过半个月 印度总理莫迪终于打破沉默 在25月的活动中表示 她也很愤怒 莫迪强调会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严惩罪犯 话虽如此印度性侵案猖獗 尤其2012年底得离女学生公车性侵案 伤重不治更是震惊世人 根据外媒统计 印度性侵案平均每日近百件 不是修个法就能改变 印度妇女处境之悲惨 反映出长期复杂的社会问题 包括种姓制度 父权至上 男女比例失衡等等 甚至也有基层警察 可能本身就是知法犯法的加害者 警方吃案 司法资源匮乏 无论受教育 出社会印度女性遭贬疫的情况 时至今日仍没有明显改善 印度想甩掉性侵国度的恶民 官方恐怕不能指示 纸上谈兵 暂地新闻 柯雅涵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